大家好,欢迎来到下次的厨房 今天我不做菜 带大家参观一下我现在的工作场所 现在是下午三点多 刚批完学生提供的网络作业 来到露台上听听音乐放松一下 突然我闻到兰花的香味 待会带大家去午后看看我种的兰花 这棵市指数是我上高时中的 已经有22年了 虽然元宵节已过 但由于疫情的原因 学生不能返校学习 因此我们都在晚上上课 老家的房子是1992年造的 快30年了 这是房子前面的风景 很多田都空着没人种 今年大家都没出去拜年 只有桥散的红灯笼 还散发着淡淡的牛味 那条河是我小时候精彩钓鱼的地方 这是我这段时间上班的场所 电脑是特意搬回来给学生上课用的 做食品也是姿态 临时电脑桌是我母亲结婚的嫁妆 凑合着用吧 我六岁的儿子对这个古董很感兴趣 下面我们去一楼看一看 这是厨房 烧大锅的 过几天我打算在这里拍个美食视频 这个碗柜是从我奶奶手上穿下来的 年代有点久远了 穿过厨房我们就来到了屋后 我闻到的香味就来自这里 这几株兰花是我上小学时 和小伙伴去山上挖来的 他们来我们家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春节前后是兰花生开的时节 平时我们都不在家 兰花一直长得很好 可能屋后的环境特别适合他们生长吧 这是去年接的种子 看上去是不是很特别 好了 今天就先拍到这里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我吧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